主料,排骨200克,白菜300克,辅量,油,盐,葱,蒜末,蚝油,山楂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排骨洗净加入山楂,葱短,大料,将偏煮沸,边加热边披去浮沫,然后放入电压力锅点排骨当煮熟,锅烧热加入适量植物油,加入葱花爆出香味, 加入白菜丝翻炒至出水,加入煮熟的排骨,加入适量煮排骨的浓汤和清水,白菜煮熟后,加入葱花,蒜末,调入适量盐,加入适量蚝油,烹饪技巧,按照步骤一对排骨进行预处理会使汤汁更鲜美,排骨更软烂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